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祖母 婉婉 快坐进来 祖母 今天叫我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婉婉啊 自古这好姑娘就没有留在家里的 虽然你上一次的婚姻不佳 但这一次祖母一定为你做主 选个好人家 我去 这速度比火箭还快啊 这就要给我再寻婆家了 母亲 婉儿才刚回来不久 这事不必急于一时吧 你懂什么 正是因为婉儿和魏初阁的姑娘不同 所以这事 耽搁不得 不趁着年轻赶紧找个好人家 婉后年纪拖得越发大发了 再想找个合一的可就难喽 总不能让那穷状元 看笑话吧 也是 这事全听母亲安排 只要婉儿满意 我也没什么意见 嗯 我这里啊 现在就有两个人选 嗯 挑一挑 挑一挑 嗯 这第一个呢 是荆州府之府成千山 父母都已经过世了 凡事都可自己当家 他这几日来京城述职 若是晚晚没什么意见 这事可得抓紧办 那成千山 前两年才死了夫人吧 要不怎么说是缘分呢 咱们呢 也别嫌人家是官夫 我们婉儿不也是嫁过一次了吗 啊 嫁过人怎么了 嫁过人就低人一等吗 嫁过人就要嫁给一个死过老婆的男人吗 母亲 这可使不得啊 那成千山 今年少说也有四十多了吧 到时候管我叫娘 这可全乱了章法呀 这年纪大点又如何 人家那家底厚得很 婉儿要是嫁过去 别的不说 那锦鱼玉石 可是一辈子 我算是明白了 成千山 家境殷实 又是续险 怎么也不好意思收嫁妆 老太太真是想把我给卖了 人可以走 银子留下 不就是这个套路吗 荆州呢 离京城太远了 婉婉要是嫁过去的话 想再见一面可就难了 不可不可 哼 我料你啊 就这么说 那这个成千山就算了 我这里还有一个禁的 这是金赵府尹的妖子段月 今年才十九岁 年纪与婉儿也相当 这个段月啊 是出了名的纹固子弟 叶叶以青楼为家 她是没有娶妻 可小妾姨娘有很多个 你们这也不成 那也不成 你们是诚心在弃我吗 祖母息怒 母亲怎么会存心弃您呢 她只是觉得啊 现在还操之过急 就算是为了咱们侯府 我也暂时不能出嫁 婉儿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孙女的打算是 在出嫁以前啊 给咱们侯府想一个能长远的法子 这样的话 不但可以巩固咱们恒山 彭府的几世基业 而且 就算以后我在外面受了委屈 也能有个靠得住的娘家吗 是不是啊 这府上的事啊 自有长辈们去费心 你一个女儿家 能有多大的能耐呀 既然 你们都不同意我的安排 那好 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 无论如何 也要给我找出个合适的人选来 免得别人说我们恒山侯府的女儿 嫁不出去 圣旨到 圣旨 恒山侯决皇帝亲下旨意 大皇子郑兰英 将择日迎娶侯府之女洛明婉 接旨 谢主隆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